金门泰武山823战役追思典礼 蔡英文看见早一步租定位的侯友宜 先点头致意 立从 典礼一结束 蔡总统先是往前走了几步 突然一个move转身 到侯友宜面前 主动说了句辛苦了 突如其来的慰问 让侯市长措手不及 甚至张大了嘴 两人并未有过多谈话 蔡总统接着向一旁的立委陈玉珍攀谈 夸奖他很好看 当擅长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跟您说话 今天来的最主要都是来表达 在823当年金门精灵的 所有的牺牲跟奉献 侯蔡对谈整个过程 虽然只有短短五秒钟 但这可是侯友宜早在前一天 就与国防部表达 希望以市长身份陪同总统出席 对比和郭台铭48小时毫无交集 有比较有伤害 唯有坚定决心 放下小我 放下自我 这个时候再去考虑自我 再去考虑小我 最后一定会被民众唾弃 党中央召开中常会 当然紧盯金门的最新发展 在明白西卡都就是保送 赖清德的情况下 做最坏打算 那只有最后主席有提到 我们要自己努力 并没有去谈论 刚刚您所提到的 地方派系牛鬼蛇神也扬言 郭台铭一旦独立参选就会分手 加上多份民调显示 郭台铭与柯文哲票源重叠 对国民党来说 除非郭柯合作死路一条 否则山不转路转 也许承诺对于企业家来说 不是这么重要 但是对于政治人物 尤其是一个总统候选人来讲 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诚信 和郭台铭大丸行李战 但国民党自否要击退国台铭 这个情绪勒索磨人 靖新闻综合报导